最近有網友在討論 為什麼不在疫情的一開始 就來採買BNT疫苗呢 因為根據指揮中心的統計 BNT疫苗死亡通報案例 低於其他國際廠牌的疫苗 好 這是民眾查詢 衛福部所公布的數據發現 累計到11月24號為止 AZ疫苗的死亡通報有783例 而莫德納有284人 另外來看看 這BNT的疫苗死亡通報 卻非常低 只有35人 不過醫師認為 不可以光看死亡通報的數字 還要再來看 寧靈層還有接種的比例 像是有很多高風險族群 他們打的都是AZ疫苗 認為統計數字 不代表疫苗的好壞 都還沒開診 小悠科診所外頭 早早就排滿民眾等著打疫苗 診所提供150劑BNT線上預約 名額一下就被搶光 同時間北市長庚醫院接種站 一天也要打滿1000劑BNT 打氣也很旺 現在網路上更有網友發現 BNT疫苗的死亡通報案例 似乎比較少 民眾查詢衛福部公布的數據 累積至11月24號 各疫苗廠牌的接種劑量 和死亡通報AZ 死亡通報有783例 莫德納284例 相較於BNT的死亡通報 只有35例 這讓他質疑台灣 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進BNT呢 台灣的AZ疫苗剛開始打在誰 是打在老年人 重大三病人是優先打的 所以AZ疫苗施打對象都是那些很脆弱的人口 醫師認為不能單看死亡通報的數字 還要看看年齡層以及接種比例 而此篇天文一出也引來網友熱烈的討論 留言說你以為賣菜 當初就沒有貨 更有人說要貴一些郭董 但也有網友提到 可能是因為目前BNT多數才打第一劑 還有高風險族群都打AZ了 國外就像美國為主 他們不打AZ 他們打AZ的很少 幾乎都是打BNT疫苗 死在BNT的人可能很多 因為他們打AZ的可能很少 所以你不能只看數據 表面的數據 你要去細分析 醫師再次提醒 品數字不代表疫苗好壞 衛福部也強調 疫苗不良事件通報中 通報率不等於發生率 因為通報本身無法解釋 和疫苗是不是有關係 又在有科學資訊的背景之下 進行解釋才不至於造成誤解 見台北綜合報導